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剧本也非常精彩 有一次她在她居住的故乡 发表她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剧作 结果在整个一个剧场演完之后 大家这个掌声如雷 伯母 伯母 都不得了 突然就在这个掌声如雷的同时 就忽然有一个人站起来 为什么那个人站起来 因为当时大家觉得 肖默娜写的这个剧本太精彩 就把她邀请到台上面去讲几句话 就在肖默娜刚要讲话的时候 那个人站起来说肖默娜 你写这个剧本太烂了 请你不要再写那么烂的剧本给我们看 这时候全场就鸦雀无声你知道吗 肖默娜看了看大家 也看了看那个人 所有在场的人都以为肖默娜会大为发火 在那个地方跟那个人吵起来 结果肖默娜就沉了沉 稍微滴滴下头抬起来就跟他讲说 这位先生 全场有这么多人 你真的很庆幸 因为你跟我的意见是同样的 我也觉得这个剧本不怎么好 可是只有我们两个的意见相同 我们是没有办法跟全场其他的人 有反对的意见的 因为他们的意见 会完全掩盖我们两个的意见 所以只有我跟你一样 我也只能说上一声非常非常的抱歉 但是我接受你的意见 你知道吗 当他讲完这些话之后 全场又开始再次的掌声如雷 那个骂他的人 就在那个掌声当中悄悄就溜走 你知道吗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的时候 就在我们觉得很好的时候 甚至让我们觉得很得意的时候 甚至让我们在很平顺的时候 忽然就会有一个人出现 好像会重重地打我们一下 你会是用生气的方法解决问题 还是用有智慧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呢 虽然它很难 但是我们一定可以用 比生气骂人更好的方法 来解决我们所碰到的困境的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精彩的音乐盒 常常我看到蚂蚁在地上爬 一不小心可能就被人踩到 其实在这个世界 我们人就好像蚂蚁一样 是那么小只 那么脆弱 但是相信耶稣 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 因为他的爱 他甘愿牺牲他自己 为我们被钉十字架 他用他的保险 来洗净我们的罪 这一切 都是因着他爱我们 要给我们平安 光明的未来 耶稣会保护我们 给我们平安 无伤痕 现在 就让容红 怀着感恩的心情 来唱这首诗歌 你怎没有伤痕 请不吝点赞 你怎没有伤痕 没有伤痕 在你了旁 你命返道远波似分 你光返道照射辉煌 你怎没有伤痕 你怎没有伤痕 我是手破掛在树上 似为情是残忍狂妄 我是手紧一切创伤 你怎没有伤痕 怎能你无伤痕 故人该与主人同样 本该与我同手创伤 而你却是完整无恙 你怎能无伤痕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怎能你无伤痕 他们为我受人捆绑 怎能你无伤痕 前进兵并且流放 前进兵并且流放 或是奢身为时光长 你怎能无伤痕 你是没有伤痕 我受摄痕 我受摧残 我受摧残 因人锋芒 他们人受极恨到盼 你却平安无缺灵盘 你却没有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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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你想四肃一把 你怕自己的世上 远远跟随不生命难 所以没有伤痕 你怎没有伤痕 没有疲倦 只有安详 能否有人重心受伤 能否有人跟随羔羊 而他没有伤痕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仁爱行手的心 东方人天心木纳不善表达自己 总在事后才若有肆无地说出想法 有时也会因此造成一些遗憾 无论是对自己离开的长辈 亲人 或是分手的朋友 我们常常后悔为何不曾真实地表达出自己的爱与感谢呢 其实爱有时候需要的只是一点勇气 若你真的看中对方 心中必能产生足够的力量向前跨越一步 亲爱的朋友 爱要及时 而且圣经说在爱里没有惧怕 所以愿我们可以突破心中的害羞 并用实际的行动勇敢地成为爱的传达者 乐伍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Oh, you meet a friend Someone you can talk to Oh, you will understand what you're going through When it comes to love There's no easy answer Only you can say what you're gonna do I heard you on the phoneYou took his number Said you on the loanThat you call him soon Isn't he the guyThe guy who let you cry Isn't he the oneWho make you blue When you rememberStows nice to your soulYou know you gottaMake up your mind Are you gonnaStay with the oneWho loves you For all you going backTo what you love Someone's gonna cryWhen they knowThey lost you Someone's gonna thinkThe stars have burned And you got awayI am to waitI am I go And you got awayUm I say when he comes over There's no easy way to see that through All the broken dreams All the disappointment No, girl, what you gonna do Your heart keeps standing You just love me But still you're gonna make up your mind I'm gonna stay with the one who loves you Or I'm going back to the one you love Someone's gonna cry when they know they lost you So much more to think The stars above I'm gonna stay with us I'm gonna stay with us I'm gonna be a bummer I'm gonna stay with us 里って I love you I'm gonna stay with u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当想到德勒莎修女死怀者这些人时 我总是有些感动 他们奉献一生给需要帮助的人 那需要多大的爱、怜悯 才能够使他们适应了不同的环境、文化与生活 并且埋身于不同的国度当中 既然施比受更有福 那我们何不重新对爱下一个定义 不再只爱身边的人 那愿意将眼光放远 甚至去关怀偏远地区许多生活极度缺乏的人 这个世界有着太多的阴暗面 想想自己何等的幸运 再看看别人的窘境 我想只要拿出一些心力与行动 成为散播温暖与爱的人 一旦开始有了行动 就会发觉这爱的力量 将会不断地走向每个需要的角落了 沙inator 单独资 沙inator 单独资 A 1 山女 翻译 A 3 山女 翻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才能相依 在一起 上天怎么给 我就怎么收 无意的我流连的你 怎么才能相依在一起 我流连的你 因为忙碌缺乏运动 身体的毛病自然也就变多了 我有时也会让自己 可以好好放松一下 找一间舒适的休闲去处 或是健身俱乐部 让自己可以活动活动筋骨 今日许多运动设施都非常的讲究 而且整体规划完善 例如场地宽敞 而且精致而美丽的游泳池 不仅干净卫生 并且还能够提供温水相当的舒适 而近年来兴起的SPA水疗更是流行 还有些强调气泡 按摩浴 细柱浴 圆柱浴等等的多种名目 如果这些都不喜欢 我想进入健身房 无论是举重或是跑步 那种充分的运动与流汗 真是可以令人畅快 而且提振精神 我们都太习惯忙碌的生活了 为了维持身体的健康 你我都需要抽出时间来运动 无论每个人的方式是什么 善待自己的身体 这才是拥有幸福生活的根本 你给我一点点 变成我的无限 在你的时空里面 永恒也会出现 永恒也会出现 我回忆一点点 你纪念到永远 在你的暗点里面 奇迹也会出现 你是我 你是我 那幸福的漩涡 荡漾我的生活 推着我 从日出到日落 你是我 你是我 那幸福的脉搏 跳着爱的天坡 温暖我 从周日到周末 你给我一点点 变成我的无限 在你的时空里面 永恒也会出现 我回忆一点点 变成我的无限 在你的时空里面 你给我一点点 你是我 那幸福的漩涡 当眼罗的生活 推着我 从日出到日落 你是我 那幸福的脉搏 飘着爱的脸颇温暖我 从旧日到旧火 你是我那幸福的漩涡 当眼我的生活推着我 从日出到日落 你是我那幸福的脉搏 飘着爱的脸颇温暖我 从旧日到旧火 你是我那幸福的漩涡 当眼我的生活推着我 从日出到日落 你是我那幸福的脉搏 飘着爱的脸颇温暖我 从旧日到旧火 你是我那幸福的脉搏 飘着爱的脸颇 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到这个地方 要告个段落 我在昨天读了一本书 就想到了 那个情境好像跟我还蛮类似的 那个书里面写到那篇文章 他讲说有一个妇人 他每一天当中 他都花很多的时间 要把他家里面整理得干干净净 因为他很怕 就是说突然他家里面乱的时候 他的好朋友到他家里面来 看他家非常凌乱 所以他一定要让他家里面 保持随时干干净净 厨房要干净 客厅要干净 卧房要干净 到这边要干净 然后他整理很累之后 过一天他发现又乱 他又开始整理 就这样周而复始 一直做一直做 后来有一天他发现 他站那么累 每天在搞的时候 并不是每天 或是常常都有朋友 会到他家里面来 你知道吗 而且他发现 在他做这件事情 如天家一直在忙碌 这样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他的朋友 常常就在那个时间当中 是在享受他们自己的生活 在听音乐 在那个地方看戏 或在那个地方出去看看电影 或花一点时间 到户外去走一走 其实看到这个故事 好像就看到我自己 我也是那个很怕 朋友到我们家里面来 家里面会很乱的那样的人 所以我就常常花很多的时间 在做那个 看起来好像需要 事实上不必那么刻意 去做的那些 非需要性的事物 我觉得我们人在生活当中 当然有的时候 把家里面搞整齐搞干净 我觉得是应该的 因为他卫生 但是也不要刻意地 把它变成生活当中的 一个负担 一个累赘 有的时候我们还是 应该去享受一下 户外的休闲生活 游泳 爬爬山 泡泡温泉 看看电影 然后多一点的时间 跟弟兄姊妹相聚在一起 然后读读经 你会发觉 生命会过得比较快乐 比较美好 OK 谢谢你的收看 下回 下回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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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一 一二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